大中速腾和本田思域怎么选择 这位朋友目前看上这辆车型 它每年的大概行驶功率是1万公里左右 说这是家里的第二辆车 它个人第一辆车 问问怎么选 它看上的是速腾1.5T的超越版 售价158,900 思域看上的是240 Turbo的竞动版 142,900 目前我看了一下 从中东优惠之后 两个车的价格差不了太多 但这辆车在看起来 感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速腾之前Pico35 到Pico34那个宝来的时候 就都被人称之为说驾驶者支撤 其实突出这种驾驶这种定位 但是从这一代速腾开始加长了 就我觉得可能跟操控这事 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更多是为了面对家用市场 照顾到乘坐空间这种表现 你要说你自己开的比较多 思域更推荐 一个是操控好 另外确实整个动力表现又更好些 因为它比较小嘛 比较轻一点 另外就是坐姿比较低 思域的整个车车 那坐垫的高度要比速腾更低一些 所以你每次上车 感觉就是这个动心更低嘛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上车没那么轻松 速腾这边就是这个空间大 上车更轻松一些 配置表现 我觉得还是速腾会更吸引人一些 像它有这个全景天川 有前后雷达 又有皮座椅 又有12英寸的中共屏 包括后排出风口 所以说速腾在配置层面上 更占一些优势 如果说以加工为主的话 速腾我比较推荐 比如说年轻人第一辆车 对吧 又是以自己用为主的话 思域更推荐一些 思域其实从操控啊 底盘表现 我觉得看起来感觉更好的 同时你看这款思域 它是配备了全套的 RJR辅助的 可以说安装配置更全面 尤其跑高速 会更轻松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